先鋪 調解血壓功能多 真希望獸人格鬥也能出新的 這個老司機喔 就欣賞了你知道獸人格鬥 這首歌就不錯了 我以前覺得 當年在這個大型街機兒場的時候 看那個大哥哥 那時候還很小 大哥哥在打得超厲害的 那個刀具還算那麼久 我又回到了一代的那個 順便跟大家聊個比較有機會 但是就是 我個人跟 主事魂的製作人其實是認識他 我們很久沒見過 KISSGERY12642說 那時候的那哥哥現在可能已經是阿伯 我已經是阿伯了 對 發展說 這是這 那當時他在開發的時候 這款遊戲 他們 上面的主管 他就是說 大家都很反對他做這個遊戲的 是什麼 應該說你們例子的調配跟戰鬥 因為當時的格鬥遊戲基本上 狀況 很少有那種一招破防 然後就 幾乎就 就快兩三刀就死了 那種遊戲 對阿 然後本社裡面 他們就一直覺得想要推翻這個案子 因為他做的動力 就是 平衡度 太差了 他們說是太差了 對阿 但是就是製作人堅決的 只要這樣做 然後推出以後 一開始 玩家會覺得莫名其妙 真的會覺得 如果我砍沒兩刀就死 什麼鬼了 我沒想到後來 大家玩出心得之後 我覺得這個 刀光劍 就砍了 砍拒跟這個 攻擊的timing 還是這個遊戲真正的驚奇 每次那個製作人 想要 想要讓玩家去體驗 的內容 後來就大發了 他自己也很驚訝 不過那個製作人真的蠻有個性的 當時他在開發 S&K內部的話 我覺得 不太 就是很敢 很敢衝 包含那個 龍虎之拳也是 當時他們企劃 龍虎之拳那個時候 剛出的時候 是莫名其妙的一款遊戲 當時在跟他對聊的時候 奇怪 你在公司 說一些很奇怪 很莫名其妙的東西 對阿 這根本就是一個 Dark Sword的概念 跟他對聊 我覺得他 他是一個還蠻 蠻有趣的 八戰說 這麼巧剛好 我也認識 XD 阿真的阿 你也認識 該不會你是業界的人 哈哈哈哈 所以跟他 對聊以後覺得 真的是蠻好笑的 然後也因為 出差 有跟他 在東京大阪見面 特地開車 帶我去 逛那個大阪的夜景 看到那個 太陽戰是 期待要設計的那個 蒸汽都市的那個 地方 很漂亮 蠻有趣的 不然他這個 開發這個遊戲裡面有個 沒有這種東西啦 無料內岸鎖 沒有這種東西啦 無料內岸鎖 其實他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他還有 有做一個叫做 Hit Stop 東西 這個業界用語 叫做攻擊 暫停 砍中的時候 會 然後你就是會 盾不下來 這也是業界 當時做 這個 我有盾下來 這個 當時的話 其實很多遊戲 都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玻璃 因為砍中以後 要咬住的感覺 咬住 咬住在往後退 你才會有那種 攻擊的地道 所以到後來很多遊戲 都有參考的一樣的作法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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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 Stop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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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鵬刀 很多遊戲 格鬥也有 打下去會 不要跟阿達基亂講話 我在說他的好話 所以 AJ掌 HIT 這一掌應該 是不是我的 我之前的同事 HIT 跳起來 為什麼會覺得很熟悉 阿達桑是非常不錯的一個 完蛋 哇賽 這次的士文小爺 注意了一代的平衡 還不錯的 到時候要注意一下 應該是他們內部開發也花蠻多精神不錯的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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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